日前,实力派男演员京东以文艺志愿者的身份下基层 不远万里来到西藏进行慰问演出 给当地藏族同胞送来了满满的温暖 在外界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拉萨参加了多场演出活动 其中就包括了西藏电视台举办的葬礼新年联欢晚会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到西藏演出对京东而言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进西藏,同样也是第一次到西藏演出 不管对于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罢 新鲜感和挑战感是并存的 对此,他还特意发了微博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进藏 希望国泰民安、平安、喜乐 众所周知,西藏可不像平原 且不说环境恶劣、温差巨大、物资匮乏 单单就是高原反应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尤其是第一次进藏的人 很容易发生剧烈的高反 除了头痛欲裂、揣不过气以外 最恐怖的就是患上高原废水肿 致死率是相当高的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 京东的工作行程是很满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赶场子 根本就没有提前进藏去适应高原环境 而是下了飞机就直奔演出现场 但凡去过西藏旅游的人应该都知道 一下飞机出现高反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而京东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京东的这份工作热情值得称赞 但这其实是一种莽撞行为 导致的后果就是血氧饱和度低至60% 稍微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血氧饱和度低于88%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60%自然就是更危险了 属于严重低血氧症 如果血氧饱和度持续是60%的话 最终会导致呼吸衰竭直到死亡 对于初到西藏的京东而言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高原 是导致血氧饱和度低的罪魁祸首 幸好有工作人员递给他便携式氧气罐 通过反复吸氧把血氧饱和度给提了上来 保证了生命健康不受高海拔的威胁 但是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京东当时的状态非常糟糕 满脸苍白无力 嘴唇毫无血色 手肿了很多 跟人说话时喘不过气来 走几步路就好像白米冲刺后的压迫感 那种痛苦想必也只有去过高原的人最清楚不过 然而让人佩服的就是 京东高凡已经很严重了 但他依旧坚持完成演出 跟人合影时来者不拒 很有礼貌 没有大明星的家子 正因为如此 他来到西藏后就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哪怕是去景点参观打卡 人气也是相当之高的 如今京东已经平安回家 高反自然也就不敢自走 但是这段行程恐怕对他而言永生难忘 完全是靠坚强的毅力挺过来的 值得后生晚辈们去学习 接下来说京东首次现身拉萨 冒着严重高原反应参加文工团慰问演出获赞 近日演员京东筛出一张身在西藏的背景照 并且配文 第一次进藏既是葬礼新年又是雨水世界 祝愿新的一年国泰民安平安喜乐 京东作为煤矿文工团副团长 此次之行并非旅游而是参加慰问演出 照片中布达拉功名亮圣洁而庄严 天空湛蓝 风景甚好 只不过京东有着严重的高原反应 恐怕无法全身心欣赏美景 京东的背影挺拔 他第一次来西藏 高原缺氧反应严重 依然带着煤矿文工团慰问演出 在活动过程中 他赞扬藏族人民的热情淳朴 并送上了自己最美好的祝福 网友特别关心京东的身体状态 在现场京东戴着眼镜 穿着比较朴素 声音有点沙哑 疑似高反应器 这并不影响他的热情 还用藏语向大家问好 大家特别关心京东的高原反应 称他真诚暖心 前两日京东献身敦煌墨高窟 黑色羽绒服配蓝色牛仔裤 在雪花纷飞的季节流影 景区树枝萧条 看起来天气寒冷 他凭借伪装者 欢乐颂 我的前半生 等多部热门电视剧 迎来了视野的巅峰 成为了无数女人心中的偶像 可以算是一位大气晚成的演员 不仅视野风生水起 成为了全民男神 家庭生活也是幸福美满 毫无绯闻 其实京东年轻的时候 研制一般 非常瘦 颧骨高突 两腮无肉 随着岁月的沉淀 演技的磨练 京东的魅力无人能及 在男演员中 京东算是一位得意双心的好演员 接下来说 京东喊话 李小冉 我们的日子 有没有第二部 李小冉回复 显情商 众所周知 有李小冉 李乃文 周一冉 宋春丽 王子乔等出演的 我们的日子迎来收官 最终这部剧作给出了角色意料之外 又情力之中的结局 在最后一局中 宋春丽老师饰演的姥姥 因为骨癌去世 让所有观众都哭成了泪人 从来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刘书霞 终于为母亲做起了饭 而与其他光轩亮丽的女主角不同 在日子中 李小冉扮演一个没钱的女人 单亲妈妈隐忍兼韧 独立自强的性格被她演绎得很细腻 特别是收官时 李小冉脸色苍白 眼圈通红的样子 让小伙伴们忍不住跟着她一起哭 可以说 李小冉一人饰演了刘书霞的一辈子 每一个阶段都对角色把握得很到位 前两天 京东在外面拍戏时 她坦言自己也看了李小冉《我们的日子》 无论什么剧 演员都是最重要的 李小冉他们也是 剧本身注入真实感和厚重感 不管是辅导孩子学习逐渐崩溃 和母亲撒娇和丈夫争吵的剧情 都让人感慨这就是我们的日子 我们千千万万大家的日子 但京东透露 上次我还喊话李小冉 问其我们的日子有没有第二部 对此大家也是希望会有第二部 但京东称 李小冉说理论上是可能会有第二部 毕竟刘书霞也有可能成为姥姥 小冉还说 但是日子就是这样 今天过完 你就不知道明天又是什么日子 所以她也不能确定 有没有第二部 李小冉的回复真的是很情商 毋庸置疑 李小冉一旦进入角色 她就是千变万化的 这才是一个女演员的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演员配合的默契 才会在剧中排出真的就像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感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